參加泡兩日賽事 娜馬表現比我預期之中好的 不過拼不到 但證明今季剛二ны馬 are pretty, very difficult 舊山湊在沙園也曾經說過問題 很多馬高就很一般 但我反而可以留意到 賽前行為功課後 很多馬仍都是有久於用士大閘 作為賽前 survive 他們是很少沒有試大閘而去跑 通常被人冷落一點,但那些都照樣爆發 我印象中是報城致勝 我馬上去過了,去有試集 包張長勝 不是,是豐雲 豐雲,是豐雲 豐雲,是豐雲 最冷的那隻就是武士閘 但那隻是大閘三隻中的最有那隻 其實這些可能是 可能在頭一回合,或頭幾次賽事,可能有些可以參考的事情 不回報城致勝,嚴格來說 他不在香港市場,是重化閘的 有些人說,我不管重化閘的,這個又不行 起始終都是閘 這是定義的問題 今天我想說兩個問題 第一,馬匹的狀態 還有,我最近撞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血統 還有其他IT的烏龍東西 就要討論馬匯 即是暖龍IT 先說馬匹 我看了大概一百八十隻馬 二百隻馬走圈 都說一般觀感是多數七八成馬 是可以出賽到的 沒有問題的 香港來講,不會有馬匹 是沒有出賽水準 而給你出賽的 手衣根本都不pass你 是 勉強貴尾會有的 有幾隻脫皮脫骨 或者勉強可以抖抖薄給你出賽 但是貴初是不會的 貴尾有些叫,給我跑牆 一隻馬馬馬馬地 給我跑牆一隻半隻就可以 但是貴初來講是不會的 多數的馬匹要經受醫 起碼合格 健康一定沒有問題 才可以跑 至於狀態 香港馬會沒有規定什麼叫狀態 但因為要試襲 很多人要試襲 如果你試襲很差的話 他們叫你再試 所以不會太差 一般來說 出彩狀態全部都有 但真正的贏馬狀態 嚴格來說 我們拿著準則 一般馬起碼要八九成狀態才行 九成多最好 不須十足 但季初見到很多馬贏 狀態都很普通 有些行家的晨速報道 接賽前 覺得這隻馬得差不多七八成 這樣也會贏 這隻試襲都是走到手勢一般 都可以接手 又贏 即是說 今年平均馬匹的狀態是差了 這可以理解 又不可以用上季相比 上季因為根本完全沒有停的暑假 晨操完第二天 沙田馬場完全沒有停過 跑道可能會維修 但馬場沒有停過 今年又停了 大約十天 停完十天之後 然後呢 這些事情是以前民感中咬我的 澳門電話師教我 什麼叫停 停了 即是不粗 只是在馬房行 他說的代價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off 給他休息 spell off 他說不粗 不粗是來會 因為你損失了一天 另外因為損失了一天 你要追多一天的操練 才可以追回 即是來會兩天 你不是說停一天的 即是要雙倍時間 對 即是要雙倍時間 你損失了之後 你還要多一天來追回進度 即是他們的幫忙叫做 即是陳粗 度步 不要緊的 但你完全停了 只要在沙圈走 麻煩沙圈走 是不行的 即是你一定要 起碼都要在飛機場 度合部才行 才可以 才可以保持操練 這些是一般的思維 對的 所以今年的麻煩狀態 一般是差的 因為很多電話師都不在香港 或是跪尾走了 跪尾已經去了 出了浮回家探親 是的 還有一點 經過了去年一年沒有停的搏山 那馬都是要回氣的 但看到回氣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 頭兩天大概有200隻馬 到禮拜第三次賽馬日 都還可以 離地小馬 其他點算 合格 不是太少 110隻馬左右左右 下個禮拜三 就出問題 絕大部分長次是 出現八九隻 其實沒有問題 跑馬是甚麼問題 對 不用下場 出足 對 但如果以香港馬會的期望 就落差了 因為他們發覺太少馬 影響頭著 第二點就是 香港跑慣 接近1200隻馬 沒有理由這麼少馬 拿出來跑 實際是這樣 那些馬 復操 多數都是八月一日才復操 我測試的表 很少是 7月尾 有些 7月二十多日 那天算早 算早 是的 我留意了阿方仔 那些 很多都是七月二十多日出來 所以阿方仔 頭那輪比較出馬 你看到一些 遲 八月一 八月多幾日 那些 仓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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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 雖然1200隻馬 實際上我們可以叫做第一陣跑的馬 是三四百隻 第一陣就用完 跑完第一陣 第一次到第四次賽馬 就用完那陣 當然 你開來日的馬 很快就可以再跑 小部分 但是我們叫做賽馬 你要用多少陣的馬 起碼我們叫做三陣的馬 才可以持續維持 沒有馬跪的 你不可以一陣就不夠 不過我想想一點可以補充 其實上季都知道 退了很多馬 所以今年的暑期總編班 他們的分數 其實準確數字是1099 一千一匹都不夠 今年比較少 反映出 季初還可以拿這麼多馬出來跑 其實我覺得難一點 因為新馬都未到 有一百隻新馬未到 未到 不會跑 超星都說要跑到月尾才拿出來 黎購說要10月尾才有馬出 你想想想 即等於少了馬房這個月 沒有了幾十匹 是啊 馬匹是少了 因為經濟差了 國閉門作賽 國閉門作賽 有些人覺得沒有人 馬贏都沒有人影頭馬上 沒有人影頭馬上 可能是樂趣 對於他來說 是啊 但是希望中場線有什麼改動 這個短期內我告訴你 如果嚴格來說 今年第一回合馬匹的狀態是七八成 比起三幾季之前來說 都是差了一點 以前去年是很例外的 去年第一陣馬狀態已經很好 今年是回復以前的 但是相比起三四年前來說 今年那些馬匹平均狀態 操夠尾還是差一點 都不算理想的 但是我又是這樣說 全規流流長 八百多場 十個月馬 不是那麼多馬 所以第一個回合已經出路 有九成狀態 那你怎麼維持全規 所以這個可以理解 其實你把這些弱勢馬房 你回去想想 趁大家帶很多馬未得的時間 趁現在不搶成績 到十月 萬一開始馬inha馬 nicht會 Zurück回來 因爲不能跑 今天要講第二個問題 就是馬mit血統 什麼叫血統字 以前八九十年代 香港馬會被傳媒 做了咬汝後 就會印血統 如果是責購馬 便花了愛國儀載 再印了一張張 都由新聞部派發 通常是自己去碼頭拿 以前我習慣每一個月去碼頭拿一次 就有批 就完成了 大概十幾年前 他取消了對不起 我不影響給你 麻煩你自己上網看 我上載在我們的傳媒網 傳媒網看的東西是多於你們 如果你公眾看的網 你只能用銅符系 在馬匹搜索上 可以有銅符系碼 你可以輸入英文碼名 譬如Dane Hill 沒有中文碼名 對不起 打入英文碼名 就會列出來 香港曾經有銅符系碼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絕對沒有問題 但反過來 他不會有銅符系碼 我是理解的 跟附系有限 一年只有128個附系 而且不會這麼快沒有 武系不同 一千隻碼 可能出自九百隻 九百多個武系 那些搜索 很麻煩 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不會 我是一個很合理的人 我不會要求他做這件事 我跟武系的資料 我自己說了十多年 我有存放的 存放也沒有什麼作用 不過也要保持住 發覺同武系碼 平均現役馬 大概有三十雙 一千零馬 三十雙 好像也不是很多 但實際上 如果你計算 退役的馬 香港大概有 接近一百隻馬 曾經 或者現在 還有同武系碼 大約六七十雙 六七十雙 大約有同武系碼 另外一隻已經退役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香港總之 帶出第一個問題 根本有很多人 有系統的輸入 電話 給香港使用 根本是 叫做 集團式壟斷市場 好不好都賣給你的 這個 曾經說過 我不再說了 第二個問題 雖然一個蝦陸問題 就是 今天 我就是 做一下 一個星期三 初出馬的資料 剛才所說 以前的馬妹 馬妹 這隻馬 有裝落印 就做好 所有資料給你 那你 就進入檔案 到出賽的時候 就 揭回出來 好了 就算馬未出賽 他也給你的 後來沒有出賽 你試了 你試了 但是 我最初的時候 都是 每次上載最新資料 我就會 實際上 全部印出來 現在很多 馬經的資料部 都是這樣做的 上載了 我就馬上下載 做事 血統 做完資料 但我不是 我不是 為什麼 因為 很多馬 沒有出賽 我已經 退役 我浪費很多時間 紙墨 近這十年 我等他第一次出賽 我才會 下載 血統來看 血統來看 他有很多 樂印 操練 我都不管 他第一次出賽才算 這個是 因為我 要省很多時間 和筆墨 但由去年 開始出現了問題 你可以解釋一下 竟然我在傳媒網上查一隻馬血統 或者賽職 竟然 是給錯了資料 他又不是錯了 我解釋給你聽 那隻馬的血印是 G123 5才算 或者E456 5才算 那隻馬 我就去那裏查 一查 為什麼這隻 G123 的血統 是 Dane Hill的兒子 來的 Dane Hill 已經死了 死了 十幾年 一看 原來 你要去找這隻馬 G123 就不是現形馬 G123 是十幾年前的 G123 你們說什麼 因為他 那個file裡面是蓋的 因為香港用了電腦系統 十幾年 G123 曾經存在過 明白嗎 明白嗎 但只不過是 一段時間 十七年後 六十年後 你又用了G 你會蓋的 如果你每次上載的時候 新的馬 你一定會蓋了一塊 但出現的問題 會不會是 電腦更新的時候 出現的問題 一定是 這一定是 寫曲的人有問題 不用說 是不是 本來做了一些 不是 不行 要 重新的東西 忘記著蓋 當然他有機會 沒有為意 我們叫 找了哪個資料出來 很明顯是 IT人自己操作上的問題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 不會察覺這些問題 可能 真正你所說 IT人可能真的 不會跑馬 不知道原來 17年後 會再用 哈哈 哈哈 那時候 他就 官自各自 不去想 簡單來說 新聞部和賽事部 沒錯 每次新馬 交出資料 給你們 整理好 之後 發放出去 他一看 沒錯 這樣就可以了 印出來 他不用進系統 但一上網之後 他進回系統 IT人進入的時候 就不會 為意 糟了 我是不是找了另一個 另一個資料出來 還是怎樣 這個真是 他們不對 他們是不知道的 他不認識 他不認識 丁曉的負系是什麼 是你才知道 原來丁曉死掉了 還有兒子 還有兒子 對 即是沒有直系 第一句 一個點是這樣 因為他們新聞部 他們只是 他們不會無無為為 叫一年前的資料出來 對 我們要看血統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他們不會刷 蔡事部也不會 他自己 他不會對 他沒有興趣 他做了工作 把所有文件 給你 處理好 進了電腦 我自己不會用 蔡事部不會用血統 那個人 於是沒有人知道 原來錯了 原來曾經 G123是對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 G123是 被舊的 蓋了新的 現役馬 都不知道 現在不是出現一次 我去年已經出現過 五六次 已經通知了新聞部 每次新聞部 都說 對 立即糾正 這是出現的問題 據我所知 因為現在這些系統 這些資料 以前的新聞部 都看著這些資料 現在就不是的 他們都說了 第一次上載 他一定會看 但是之後 怎麼運作 他們不知道 電腦部 怎麼更新 這些資料 他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 出現一個問題 怎麼搞的 你都說 IT人 蠢 到 你要蓋上去 不然 舊的記錄 會出來 簡單來說 聚保區是C342 但這個C342 是22次的C342 現在的C342 可能是另一隻馬 對嗎 對嗎 簡直 他沒有這個觀念 沒有這個觀念 真的難搞 所以這些 也是這樣說 如果 IT人在商營機構 都不用上班 但是這些 香港的馬會大機構 大家算了 或者是可能 看看多嚴重 好像上季那次 嵌機那次 頭轉不到 就嚴重 那些就炒 很簡單 但是不會炒上面 都是看來漂亮的 通常這些 大機構 但是 這些收費稅學 是影響一些 平馬人的工作 或者馬迷的工作 比較 說真的 沒有用馬迷 因為馬迷 想不到傳媒網 就是傳媒 那些朋友 最主要影響到他們 傳媒很少人看得到 還有 多數人都是第一次看 有很多樂印 所以說神租 就看一看 但是我就是調轉 因為我不想浪費紙墨時間 讓馬迷 第一次出賽 我才試看 沒錯 不同的 當然是我的壞習慣 不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 你的記錄是錯了 就是錯了 你曾經對 沒有用 你曾經是對的 一定有同意 但是現在又錯了 其實可能就是 早前傳媒網 就更新的時間 所以更新的時間 但我不知道更新的事情 但是更新的事情 但是更新的事情 越整越錯 第一天已經沒有人 第一天 沒有名字表現 又是沒有人 但是原來發覺 透過一些報道說 原來的IT系統 不能馬上加上去 我都不太明白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就說要做一大輪 所以為什麼 隨便寫一句話 說我們錯了 系統錯了 就道歉了事 真是 很奇怪 很奇怪 你設IT人 都不知道這些 大機構 如果你做這些 你的系統搞這麼龐大 我不太相信 為什麼好像 好像這麼容易 被人改到裡面的東西 還要錯 又改來改去 總之我們發牙痕 總之我們發牙痕 總之 馬會的血統 有同乎是馬的 但是詳細每一隻馬 公眾看不到 就要上傳媒網看 傳媒網 只是我們 我們看 但是馬會 很看出我 和很多平壞人 巡禮每年只收你一元 一元就可以用傳媒網 這些就是象徵式 沒辦法 它是對的 但是你就算 我是公眾 我想付錢 看 對不起 不行的 我們一元就看到了 你們想付錢 都看不到的 對不起 OK 好了 我們這集說到這裡 歡迎繼續訂閱我們 這個免費頻道 還有給點鼓勵 按讚我們 亦更加歡迎 付費我們的收費頻道 都可以的 那我們這集說到這裡 做到這裡 放到這裡 , 那間